25吨降噪 全部已经封叫了 拉了两车 看上去也没多少 这一次选的是土压的方法 之前都是用水压的 因为这个地方太窄了 在这里不平 这次用的是黄土 因为我们之前用水压过 也用黄土压过 这两种效果都是挺好的 昨天把这个顶给拆掉了 因为太碍事了 堆得太高 铲车操作起来不方便 就干脆把前面这一节给拆了 降噪养牛绝对是好东西 特别是养育肥牛 但是很多朋友担心的问题 就是储存的问题 因为你一旦储存不好 它容易发霉 特别是开窖之后 你在表面那一层很容易发霉掉 至于储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压实 在上面用水压 或者说用土压 土压的情况下 把土再加点水 增加它的重量 这样它会越来越紧 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就是接风处 总的会有问题 如果是担心接风处有问题 可以适当的在接风位置 加一点那种发酵剂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至于开窖之后怎么保存呢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 就是开窖的口 前面有太阳照射 你像酱糟的话 像我们这边吃的话 基本上都等过完年 年后可能三四月份用的比较多 像这个季节 像我这些豆腐炸多 一直都吃豆腐炸 只是说有些东西不够的时候 比如说炒料不够 豆渣不够的时候 我一下才会吃这种酱糟 那就是玉肥牛会吃 基本上下半年不会冻它 都会储存到明年 你开窖之后 只要上面太阳能照射 这是绝对不会发霉的 因为霉菌最怕的 不是脱霉剂 而是太阳 之前尝试了很多办法 去开窖之后怎么去保存 都不起作用 包括上面撒盐 包括用水保湿 更加发霉的快 只有这种太阳照射 是最好的效果 你想让它发霉 它都不可能 当然也要能避雨 你下雨的时候 一定要能挡得到雨 你不要水全部漫进去了 可能第二天就会发白 最多三天之内 它就会长霉了 像我们这样放着 是一点湿都没有的 你就算下雨的话 那个雨水 也顺着薄膜流下来了 里面不会进水 再说现在已经全部密封了 它属于一个真空状态 它是不可能发霉的 特别是像这个季节 夏季的温度又高 太阳天天照射在里面 你那个霉菌根本没办法长起来 其实有些东西的储存 包括九糟豆腐渣 什么那种木草 储存都很简单 就是要做到真空 那当然根据每家的流场不一样 自己去尝试 大致的原理都是这样的 只要你做到真空 就OK了